录音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参见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 归回上帝 Returning to God 停止作恶 学习行善 这是以色亚书一章十六节的 教导 音牧师关于归回上帝 这一主题的导言 路加福音十五章 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中 浪子的比喻 是圣经中关于远离上帝 然后又回到上帝身边的 最有力的形象之一 正如这个比喻中 父亲慷慨地给了他的小儿子 所要求的东西一样 上帝也给了我们令人惊讶的礼物 但是就像那个小儿子一样 我们总是轻易地 把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浪费在自我享受的生活上 直到我们发现这种生活 是多么的空虚和不满意 然后我们幡然醒悟 就像浪子所做的那样 开始重新与上帝建立 有意义的关系 上帝就是这个比喻中的父亲 我们常听说 一图圣千言 就是一张图片 一张图画 一张照片 它里面含着信息量 你那一千句话 融幕后都说不清楚 说不完全 这个比喻就是如此 这里有小儿子的傲慢和自以为是 他的控制欲 父亲勉强允许儿子 哎呦 我这个 父亲勉强允许儿子通过犯错 来认识自己的能力 稍微等一下 父亲的痛心和对儿子归来的渴望 儿子翻然醒悟 当我们犯罪时 我们就放弃了自己的道德判断 我们丢失了区分真假或善恶的能力 可悲的是 我们危害了与上帝的关系 正如以赛亚的预言 看哪 耶和华的手并非缩短 不能拯救 耳朵并非发沉 不能听见 但你们的罪孽 使你们与上帝隔绝 你们的罪恶 使他眼面不听你们 以赛亚说 59章1到2节 那么罪究竟是什么 有时人们会产生误解 认为自己有罪 而实际上他们所苦恼的根本不是罪 例如 我们无法阻止罪恶的念头 侵入我们的头脑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但问题是 我们该如何处理 这些罪恶的念头呢 我们是立即否定他们 还是暗中认可他们 有些罪恶的念头相对来说 很容易被打消 这些念头并不构成犯罪 有些罪恶的念头涌上心头 我们可能会坚持一小会儿 然后将其打消 因为我们逐渐发现 如果这些念头得到我们的青睐 即使没有付诸行动 也是罪恶的 有些罪恶的念头 有些罪恶的念头会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我们会觉得这些念头很吸引人 我们会喜欢这些念头 我们会为这些念头辩解 我们会说服自己这样做是对的 是好的 这时人就犯了罪 正如耶稣所教导的 罪恶的念头或欲望 并不需要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行为 如果他在我们的心中获得青睐 他就已经是罪了 你们听见古时有人说 你们听见古人说 不可奸淫 但是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女人并贪恋她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章 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孩子们呢 孩子们会犯罪吗 耶稣明确指出 如果我们是瞎子 我们就没有罪 约翰福音九章四十九节 瞎眼就是不明白某种行为 违背了上帝的旨意 我记得很多年前 有一次 海边度假时 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 捡起了摆在沙滩上 无人看管的另一个成年人的物品 并把他带回了家 施主不知去了哪里 孩子捡起并带回家的行为是不对的 但并没有罪 他不明白不能这样做 但是如果是一个懂事的成年人这样做 那这个成年人就犯了罪 偷窃罪 有什么罪是不可宽恕的吗 耶稣说 有 所以我告诉你们 人一切的罪和亵渎都可以 都可得赦免 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 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来生今生来世 总不得赦免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 在这里我们必须牢记的是 上帝从不拒绝宽恕我们 如果一项罪没有得到宽恕 那是我们的错 而不是他的错 因此未被饶恕的罪 就是我们拒绝承认的罪 罪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确实很明显 但是如果你说服自己 罪不是罪 甚至罪是好事 你就认为没有必要寻求宽恕 几年前 在菲律宾这个基督教 占绝大多数的国家 我路过一座正在建造的房子 我得知这栋房子的建筑材料 都是偷来的 而房子的主人 据我所知 他是一名基督徒 没有忏悔 没有羞愧 也无法让他相信他犯了偷窃的罪 因此 他的偷窃之罪 仍然没有得到宽恕 瑞登堡写道 说反对人子的话 是指一个人违背上帝的真理 而那时上帝的真理 尚未植入或铭刻在他的生命中 而说违背圣灵的话 是指一个人违背了 已经铭刻在他生命中的神性真理 如果真理已被正式结束 后来却违背或否认真理 就是亵渎 天国的奥秘 九千八百一十八节 第二段 天使的欢乐 圣经中经常被忽视的一个重要教义 在瑞登堡的著作中得到了详细阐述 那就是灵性世界 与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物质世界之间的相互联系 关于灵性世界 瑞登堡写道 它是原因的世界 而这个物质世界是结果的世界 见天国的奥秘五千七百一十一节 不仅仅在总体层面上 这两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 我们自己的生命 你的和我的 也于天使和邪灵 紧密相连 我们的生命 一直与灵界中的人为伴 不断受到他们的影响 尽管我们还不能对他们的影响 做出选择 耶稣清楚地表明 天使对我们是有感情的 当我们通过真诚的悔改 回到上帝身边时 他们会感到快乐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为谁有一百只羊 失去一只 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 去找那失去的羊 直到找着呢 找着了 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 就叫朋友林舍来 对他们说 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相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一人欢喜更大 路加福音十五章 三到七节 好 我们往下 开始今天的学习的证文 一五月二十七日 有人问 如何践行悔改 我回答说 实际上就是人通过自我省察 认识到并承认自己的罪 向主祈求 开始新的生活 没有自我省察就不会有悔改 真实的基督教第五百三十节 牧师的评论和观察 虽然我们得到承诺 说自省会变得越来越容易 但自省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 都是一向挑战 我们很容易告诉自己 没有时间静下心来 反省自己 而且即使我们有时间 我们也很容易为自己身上的罪过 辩解和开脱 甚至拒绝承认 他们是罪过 另一个极端是 我们实际上 会过度自我反省 过度地追悔自己的生活 给自己增加内疚和羞耻感 并为自己所发现的罪过 而自清自荐 并自觉无能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习惯 当我发现在晚上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 停下来 花几分钟坐在床边 回想一天的事情 回想我说过的话 想过的事 做过的事 我对事件的反应 以及我说不同的话 或做各种事的动机 可能是什么 这样做是很有用的 即使在白天 我也会停下来 哪怕只是片刻 回想一下发生过的事情 或者我说过的话 问问自己 是不是在当时的情况下 或者谈话当中 加入了太多的自我 我说的话 是来自天堂呢 还是来自地狱呢 是天使在通过我说话 还是恶灵在通过我说话呢 我所说的 或者所做的 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还是为了我自己的荣耀呢 当我说了正确的话 或者做了正确的事的时候 是仅仅为了取悦对方 还是为了取悦和荣耀上帝呢 只要确定 一两件事情就足够了 如果我们把清单列的太长 就会变得如前 所述 不堪重负了 然后在祷告当中 我们祈求主 让我们记住 这一两件事 如果我们要成功的 寻找某样东西 尤其是在黑暗当中寻找 我们需要一盏灯 不是吗 在审视我们的内在 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思想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而帮助我们看清事物的光 就是主通过主的话语所发出的光 这就是为什么定期阅读 圣经和瑞公著作中的教导 是如此重要的原因 这样的阅读不仅提醒我们主 非常希望我们走的道路 而且将我们的思想提升到了一个 更高的灵性层面 从这个层面向下看 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 我们的内心和思想 使徒保罗是这样说的 从前你们是黑暗的 但如今你们在主里面是光 行走就当像光的儿女 那黑暗无意的是 不要与人同行 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 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 凡事受了责备 就被光显明出来 因为能显明一切的就是光 所以他说 你这睡着的人 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一副所述的五章八节和十一节到十四节 谢谢 好 谢谢 大家有什么问题 描述这一段解释 我想问一下 就是上一段的 有一个问题 不过这个问题 就是上面引言的部分 引言的部分他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菲律宾的基督徒 就是他们建筑材料 是偷来的为自己造房子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干犯圣灵吗 这个是干犯圣灵吗 那应该是干犯圣灵 又为什么呢 这个干犯圣灵和干犯人子的区别是 干犯人子的意思是 你在没有了解真理的时候 你并没有接受真理的时候 你做了干犯圣子的事 这个时候 这个情况和你已经明白了解了这些真理 你然后又犯罪 这就是泄赌圣灵了 这两个情况不一样 所以这个基督徒应该说 他既然是个基督徒 他应该是 最起码了解什么是罪吧 偷窃是个罪 对不对 他在描解的情况下 他又不认为 他应该最起码到教堂的时候 人家教牧师不会说 你去偷东西吧 不会这样说吧 对不对 肯定会说 偷东西是不允许的 是罪 这种情况下 他既然听说过 既然知道 他还要去偷东西的话 那应该是 应该是泄赌圣灵 那么这个 从这个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 如果是 比如说像我们 基本上是认可 就是肯定是认可 圣经所说的都是真理 对吧 就是说 那所以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干犯了任何 类似像使戒 或者就是类似这种 那就是干犯圣灵了 对吧 就我们本来有点搞不清 什么叫干犯圣灵 原来传统教会 就搞不清 什么叫干犯圣灵的 一般来说 就是说 那这一段就 恐怕就解释 就是个人 解释个人的 但是这边 我觉得还是讲的 比较清楚的 所以我才会问 就是说 这个既然是很明确的 他说是一个基督徒 那么 放在我们身上 可能就是说 我们如果犯了 很明显的圣经 说不可以 就是撒谎 或者类似 就是说 那也是干犯圣灵了 对吗 好像没有 就是说 不是 好像我觉得 对 不见得对 不是特别小的事情 比如说 就是说 很小的一件事情 我也现在想不起来 是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 就是说 有关于 比较大的事情 像钱财 像这种盖房 偷东西 偷的比较重要的东西 这些都算 你看那个圣经里面 就是那个 我不知道中文名字是谁 就是那个彼得 在他那里 就是一下子就死了 因为他们 把自己的财产 好像卖了以后 就要给教会 结果他们自己 是 留起来一部分 那就是 对对对 太好了 你说 就是那个 那就是干犯圣灵了 对就是 你懂了道理 还要明知故犯 这就是干犯圣灵 而且还要 不懂道理 按照你的那传统 那种坏的毛病 这个去做了一些措施 那不叫干犯圣灵 对 雅各说 就是说 过去你已经 把这些东西 放到你的生命里来 现在你又翻转过来 就是不认了 或者是欺骗了 这个就叫干犯圣灵了 我觉得是 就是雅各说的是 很对的 好 是不是应该有 这样一个区分 他这个欺骗的圣灵 它是一个故意 并且它是 出一个邪恶的心 它关键在哪里 你像那个头东西 它是个软弱 它不是一个邪恶 那这是应该 是个区分的标准 就是说 欺骗的圣灵 它一定出一个 这个邪恶的心 并且它是故意 我个人感觉 从这里的区分 好 谢谢 说得好 大家还有要讲的吗 刚才那个 印母师 我也想回应这一点 它里面写得比较清楚 它区分了 这个人子的话 和这个圣灵的话 所以人子的话 好像这个人 他没有把他给 不是真正在内心里面 确认 确认这个 然后圣灵的意思 就是说 他内心里面确认 这是个神性的真理 这时候 如果再违反 他就是卸主 对 是 这样一个说的话 你看好多是基督徒 那有时候 他 他这个还是迷迷糊糊的 他有时候 他不是 真正的在这个心里面确认 神性真理 对 那么这个会造成一个 就是说 比如说 那我就是不确认 他 有没有这种可能 那么 岂不就是说 那至少我没有 去那个 这个 不过不好说 你说的这个情况 也确实是个问题 就是说 他虽然 虽然去了 是当基督徒 好多年了 但是他就是不认识到 这个问题 他就是一天糊里糊涂 那从来不去认真读圣经 我 我曾经见过 好像好几个人 我在其他原来的教会里面 都非常非常虔诚的 而且好多年 从小好像都是基督徒 家庭就是基督徒的 诶 从来不读圣经 我 我根本不想 根本不相信 他们说 和他们聊 聊起来 问他们读 读圣经 读到哪了 我发现他们不读圣经 我觉得非常奇怪 其实让我惊讶的不得了 我说要这一辈子的基督徒 从来不读圣经 这确实有这样的人 那那那那有没有 就是这个心呢 你看这里面的使公说到这个 有没有把它刻在心板上 有的时候只是说 放在一种记忆当中 他也知道这个事 但他没有真正的刻在心板上 这是有差异的 嗯 那个我是想到 就是说 如果是属天的话 他不从信 那个来接受真理的 也有这种可能性 对吧 可能可能 我觉得是可能的 所以他 他有可能是 不一定读圣经 但是他可能行为 他活出这个 主的话的生活 这有这种可能 但并不一定是 举的是广兵的 这个几个人的例子 不见得是 对 但是有这样的 就是说 他生命中完全 就是他没有别的 其他的洗面 就是要信 就是要按照 对 是有这样的 对 从生下来就被这样教育的 所以他 就是没有别的 我们教会有这样的 我知道 他们就好像非常的 这个单纯和这个 就是非常的信 对 信非常强 然后讨论 就是说 圣经里的 这个东西 讨论的深了一点 他们反而觉得有时候 觉得不自在 就好像这个信是 很正常的事情 你还要问这么多问题 看吗 就没意思 对 对 但你如果讨论的多的时候 他们会有点反感 觉得 因为他们跟不上了 他觉得 你弄这么复杂干嘛 不是 反正就是说 你弄这么复杂 反正没有用 就觉得好像 这个 你本来就是 好像就是信的事情 就是这种 是 是 我们看 我们看耶稣 就是把耶稣 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叫做文士 法利山 基督长 最后耶稣 也为他们祷告 祝阿 使得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不知道 耶稣 好 好 谢谢 还有没有要讲的 这个就是故意就是 他还没有接到心里头 一个内在的意愿上 对 要接到内在意愿就是写毒 没有接到意愿上 没有确认他 这不是写毒 没有在 对 深深 要深层的情感层上 那好像 对 那个 还有我觉得 我刚才这个 第一天的这个 我觉得 这这段话 我们一定要 就是非常清楚 就是说 主帮助我们看清 一幕是讲的 是事物的光 就是主通过 他的话语 所发出的光 所以我们要读圣经 就是说 因为我们内在是 黑暗的吗 如果没有主 所以呢 我们可能就是说 看不清 这些事情 然后呢 当你读了圣经以后 实际上是把光 引到了我们的内在 我们就可以看清一些事情 我所说的什么意思呢 我就拿我自己做例子啊 我以前提到过 可能就是 大家可能没 也没注意啊 就是说起悔改 因为过去在传统教会里边 好像不怎么特别强调悔 然后呢 我也是就是说 有时候想 自己好像还可以吧 也不经常 也不去生气 也不去这个 还不 就是说 就是能够这个 宽容别人啊 就是说 forgive others啊 什么 甭管就是 他对我做了什么事情 我也能够 就是放得下 能够就是说 宽容啊 什么这些 好像觉得自己 悔改 悔改什么呢 就是特别可笑啊 当时啊 但是就是说 多读圣经 多读属宫著作之后 真是就是说 那个主的光 在里边 就是说 照亮了 反倒看到自己 有很多很多 不堪的地方 很多想法 都是很不对的 所以就是说 在光的这个 照射下 你才能够看到自己 这么黑暗 这么这么的不堪 所以我 我也听很多 就是咱们的 兄弟姐妹也说 说感到自己里边 就广斌也说过 很不堪 实际上 就是说 光进来了 你可以看到这些 我们可以一点点的 在主的这个指引下 一点点的去 处理这些 不堪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点 就是说 阅读圣经 阅读著作 把这个光 引到我们的内在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好 玛丽说得很好 非常好 真是 我说实在 我信基督 也信了那么多年来 原来在传统教会的时候 我想起来 我那做了很多事 真是很 给别人的印象 就是你这是个基督徒吗 那时候 不像读了 是守卫著作 手工著作 我不说现在就好了 但是最起码 我能够愿意 或者能够看到 这个自己的那些 那些缺点 那些错误 那些不堪的地方 其实就是你当觉得 自己越来越不堪的时候 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堪的时候 实际上是 我觉得是主的光进来了 我对那些卸主的理解 我是这样子认为的 他那个 在那个创世纪里边 那不是吃知识树或生命树吗 他说吃了那个 亚当吃了知识树 然后就被那个神给赶出去了 神说免得他再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 这样子呢 这样子的那一解读就是这样子做才会亵渎 那就是把这个真理当作知识一样子的接受 或者是你意愿也接受 就是你犯了错误 那也只是罪过 或者是罪人而及 不能是作为亵渎 但是你当然你是用 嗯 熟识的知识 呃去那个 歪曲 这个 歪曲 走歪曲这个真理知识 那 是不是这样子才叫卸读呢 因为我从那个创世纪吃知识树的果子 这样子 想到的 大家再想想这个问题吧 我提三个问题 让大伙呢 去分辨吧 因为我分辨不清 第一个问题 目前呢 国内呢 破坏 就是这个 迫害基督教会的情况很多 呃 我们原来的教会呢 呃 是在同一天 呃 执法部门 几个部门吧 联合 去小 就 那个体系里有个小牧人体系 小牧人体系就是啥呢 就是说 呃 一群基督徒 然后呢 在定点的时间 呃 在这个小牧人家聚会 分成比方说是十几个小组 呃 然后当然还有就是那个 就是周日经 拜呀 这个不在周日 啊 这个时候 公安局的事 啊 同时 呃 这个组织 同时进了每一个小 那个小牧人家 就是这个小牧人啊 就是他们在聚会的时候 同时全部按住 这个事发生之后 呃 一个基督徒 他很疑惑 他来问我 他说理工 为什么他会知道 这十几个人的家 而且地点都非常清楚 我们说教会有内奸 谁在住的 他说我我对着十几家祷告 我可不敢说了什么呀 但是我心里有疑惑 我说 我你闭嘴吧 我来说 很简单 这十几个小牧人 往上推 谁知道他家 只有牧师 因为教会有规定 不同的小群 不准来回串 我在这儿待那么多年 我只知道我们小组啊 我也不关心别人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而且他必须来回串才行啊 只有牧师 是来回串 每个人都知道 而且牧师 在派出所的时候 他做了什么 他会不会说呀 会说 因为在那种高压下 都会说 说 然后他们就感觉到什么 后来我就告诉他们 第一我们是人 说了也不等于他就是错 主要他内心 特别爱住 可以说 因为他们也被抓到那个 公安局去了吗 关了两次吗 如果他不说 可能会对他进行更深的残害 难道他就要坚持说 我更深的残害 还是说 我就说说这个事 是对还是不对 我就跟你说 第一 我就跟你们说明白了 我认为只有他就说 第二 他必须得到原谅 因为换任何人 在那种情况下 都可以说 不为准 我举个例子吧 当时一个犹太人 二战手被保护 然后呢 纳粹来了 就对着基督说 你必须说诚实话 尊重你上帝 这里面有没有太人 他直接说 没有 然后下面开始议论了 如果是你怎么办 有人说 那我不坑气了 我不表态 我不能说 违反诚实话 那我就想说 那你就是 在那种情况下 你不说 实际上就是 你为了你自己 就要把对方出卖 你说 反而是保护了人家 就大意和小意啊 到底哪个对啊 就是我们在生活中 有很多 一些很细微的东西 好 这是我举的第一个例子 好吧 后边两个就不举了 OK 我一说 我说激动了 我都甜 好 谢谢 好吧 OK 我们往下走 那等一下 我再补充一小点 因为反正这样讨论了 一会儿就不用再回过了 这样也好 一小点 我大家都讨论的非常好 就是因为每个人的理解 都不一样 有一点呢 我再想补充一点 就今天 这一点硬的这个评论里面 就是说 自审是一种挑战 因为刚才马林也提到了 怎么样 如果悔改的话 你首先是要自审 所以有两种 一种就是说 没有时间反省自己 或者你明明错了 还要辩解 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基督徒 也经常容易犯的错误 是过度自审 所以今天这个牧师 讲的这一点 我也会记住 你每天 这个他以前也讲过 就是上床以前 要回忆自己一天的行为和言行 但是他说 抓到一两件事就可以了 不要想的太多 否则的话 我们不堪重担 这个也是今天我学到的一点东西 补充一下 谢谢 不好意思 非常好 谢谢 提高 谢谢 我觉得刚才就是读到这一点 我也想了 其实就是说 要有一个平衡 就是说这种平衡呢 就是说这个过度反省啊 什么一切都在这个追悔啊 就一天到晚 就是说你一下改 改不了那么多嘛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 而且我们每个人 都有很多的这个不堪的东西 就是刚才我说的 亮光月亮的话 你看得也清楚 那么呢 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 选择就是在你的这个 意愿层吧 就是说就是 更深度的这些先开始 自己要有一个 要认识到自己是罪人 但同时呢 就不要太羞耻感 因为这个 这个我们就是罪人 这是事实 但是我们有主 主会一点点就是救我们 但是这个就是要 要掌握一个平衡 就是我们就说的 就是天堂和地狱之间嘛 我们在这个之间 要有一个平衡 就是要相信主 会把我们 就是让我们重生 但是同时呢 也不要自己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刚才就是 维波兄弟讲的那个吧 其实外人是很难 判断的 但是就是说当事人 如果他这么做了以后 他真的是心里有平安 就是 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可能是 就是说尊重的 圣志的某种 某种规律 就是我们外人 是绝对不能判断 而且确实是 在这种环境下 就是 也确实是很难的事情 反正 我觉得是 就是说 我们受苦也好 我们是受委屈也好 不管怎么样 如果有主 就是心里有平安 这是个人一件 好好好 非常好 谢谢 往下 5月28日 对于那些在世时 其生活与天堂对立的人 要把天堂生命 植入他们是不可能的 有些人相信 当他们死后 从天使 听闻神性真理时 就会很容易接受 于是就会有不同的生命 然后就能够进入天堂 这在很多 时如此信念的人身上 都试过了 就是要让他们知道 死后不可能回改 天堂与地狱 第520节目 牧师的评论与观察 在读这篇教导的时候 我想起了 《路加福音》16章 19到33节当中 布翁和拉萨路的比喻 布翁在这个世界上 以自我为中心 他死后发现自己在地狱里 据说他恳求 亚伯拉罕把拉萨路送回人间 警告他的五个兄弟 免得他们也来到这折磨的地方 亚伯拉罕对他说 他们有摩西和众先知 他们可以听从 他说 我父 亚伯拉罕啊 不是的 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到他们那里去 他们必要悔改 他对他说 若不听从摩西和众先知 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他们也是不听劝 我记得最近我曾说过 如果我们盼望死后 享受天堂里的轻松愉快 我们的内心就必须已经拥有天堂的某些特征 但是如果魔鬼已经占据了人的内心 这个人很快就会失去兴趣 渴望离开与他沟通的天使 尽管如此 没有人会被阻止去天堂 但是过着非天堂生活的人 在接近天堂的时候会退缩 他们开始感受到某种折磨 于是他们急匆匆离开 去地狱与其他同类的人在一起 难道死后完全没有悔改的可能吗 一个人关注的根本方向 以及他坚定选择的主导爱 在死后是无法改变的 但是如果还有一丁点希望 无论多么渺茫 如果只有一处微弱的火苗 天使也会尽一切可能 为这处火苗注入生命 无论要花费多长的时间 都会引导这个人认清自己的错误 并带领他们进入天堂 我们可以确信 主永远不会放弃或抛弃我们 诗篇的139篇的7到8节的作者问道 我往哪里去躲避您的灵 我往哪里逃避您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您在那里 我们读到主爱的本质超越了人类所能有的理解 对于不知道何为天使天堂之爱的人来说 简直难以置信 为了把一个灵魂从地狱中拯救出来 天使们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事实上如果可能的话 他们会代替那个灵魂 亲自下地狱受苦 天国的奥秘2077节 Thank you 好 谢谢 大家就这一段 做一点点评 评论 感想都可以 刘老师 听不到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能听到 因为我在外面 我的声音马上就没电了 我要放 然后一会儿我就没电 我回不到家里去 赶不回去 我想说几句话可以吗 可以 可以说吧 就是我刚才 就是刚才进来听到这个是韦伯兄弟还是谁 说到这个活动受限这个事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我只是说想说一下现在的情况 就是我有些字眼可能会说的不那么清楚 就看大家能不能就是理解啊 因为有有些字眼我是不能够说的 就是最近不是在前面在开两会吗 就是举个例子说就是比如说平时看的这个凤凰卫视台 就是香港办的那个凤凰就是无线电视台 是吧 两会期间就会被停播的 不会给看的 另外一个就是两会期间会对有些活动 就是控制的很严格 因为什么呢 就是说有的人借着宗教活动他去搞别的活动 比如说我这两天在河滩走 因为我回家经常就走在这个 你来过的这个河滩啊 这个桥上面那个那个地方 他那个树上就会挂着一些宣传品 就是一个小塑料袋写的英文 然后里头就会有一些小册子 就很就是很不能容忍的一些小册子 就是有些人在活动啊 在这个阶段呢 就是就是AI技术的基础就是大数据 对吧 这个大家可能有所了解 这个我们这样的大数据是很厉害的 就是说他会他会比如说输入几个词 今天比如今天或者是最近一个礼拜 或者是最近十天或者两会期间 我输入一些关键词 然后你谁说到这个关键 只要你手机开着 你说到这个关键词了 你只要没有把麦克风关掉 或者你手机关掉 我都会搜索到 并且可能定位到你在哪里 然后如果人家要采取一些行动的话 那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是不是没电了 啊 听不见了 刚才听不见 我的意思就是说有这么个 有时候有些时日会有特殊的情况 另外呢就是咱们比如说在我们这个版画上居住的朋友 就是在说有些话的时候要注意保护自己 不能说你想说啥就说啥 你这个信仰是不是那么就是那么像你们那样的 不是那样的啊 是要受到一些限制的 比如说我我就会受到很很严格的限制 不是一般的严格啊 所以说我说话就要特别特别 注意才行 好了我说完了 我可能手机马上就没电了啊 好好谢谢 我回不去了 说的不对 说的不对 请各位 回到家 谢谢 谢谢 好的好的 批评指正 没事没事 好的好的 大家继续说 3 5月29日 一个人如果只是笼统地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并声称自己在所有的邪恶上都有份 但却不省察自己 也就是看不见自己的邪恶 那么他确实是在忏悔 但不是悔改 由于这样的人不认识自己的邪恶 他以后还会像以前那样生活 新耶路撒冷及其属天教义的162集 牧师的评论与观察 作为一名年轻的基督徒 我曾经参加一个教会 在那里每次礼拜 我们都要进行笼统忏悔 这包括我们承认自己除了罪恶 一无所有 整个头都是病态的 整个心都是昏昧的 我们的意志被邪恶的情感所沾污 我们的认识容易产生错误的想象 部分内容是摘子以赛亚书的一章五节 这些都是事实 但就这个做法而言 它从来没有帮助我认识到自己身上的某些罪 强认自己是个罪人是可以的 但你是以怎么样的方式出于何种原因成为罪人的呢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了 在教会聚会的场合 单独指出不同参加者的罪当然是不合适的 但这样的笼统忏悔对我们来说是危险的 因为在参加并念叨着这些忏悔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自欺欺人的认为 我们已经对付了生命里的罪 重新与上帝建立了正确的关系 但是我们并没有啊 为了使笼统忏悔具有真实的意义或者作用 我们需要进行自我省察 也许是在仪式之前的几天里 也许是在仪式之后 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所犯特定罪过或邪恶倾向 当我们参加笼统忏悔的时候 我们需要思考这些问题 如果我们不能或者不愿意找出 我们最需要上帝帮助的地方 上帝又怎么样与我们重新建立联系 或者帮助我们呢 这就好像一个学生来到他的讲师面前说 我需要您的帮助 讲师几乎肯定会回答 告诉我 你认为我能帮你什么呢 换句话说 找出你的问题之所在 然后我才能帮助你啊 同样在咨询方面也是这样的 病人或者客户也许是第一次与咨询专家坐在一起 咨询专家面临的挑战是帮助病人或者客户 确定他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诗篇五十一篇表达了大卫与巴士巴同间的忏悔 感人至深 你可能已经读过这篇诗篇很多次了 我希望你们能够再读几遍 先知 拿丹其巧妙而勇敢地让国王看到了他所犯的可怕罪行 然后大卫对拿丹说 我得罪了耶和华 重要的是大卫并没有匍匐在地 笼统地承认自己是罪人部 他是为这一特定的罪而自责 他看到了自己行为的本质 于是他经历了强烈的痛苦和惭愧 桑姆尔记下的十二章的十三集 Thank you 好 怎么样 大家讲点什么 这一点我想讲一下我对这个事情的一些理解 就是这些罪的话最好还是他其实是有上帝把这个罪写明出来的 人在这种就是他也会自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罪的话有时候人有时候是不知道的 他可能上帝通过一些款径啊什么的 把这个罪给写明出来了 包括大卫这个罪 包括有些圣经上面的一些罪 上帝把他写明出来了 他也是对这个人的一个爱 对他的子民那个爱 使他里面真实的从意念里面悔改 就是生出忧伤痛悔的心 包括大卫说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他是将这些罪从意念里面写明出来的 给这些就是神真的是爱 他并不是要指出就是让他的子民难堪 或者是就是这些慈辱给他的子民 而是上帝真的非常的爱他的子民 因为上帝知道这些罪如果就是在子民的身上 他的就是他是真的就是跟人 他我们也是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嘛 他也是一种忧伤的 他也会就是因为耶稣为这些罪人的祷告的时候 他也哭嘛 就是从这方面理解的话 最就是是让我们难堪跟难过 但更重要的是上帝写明了上帝的一个慈爱跟怜悯 我是这样理解的 好 很好谢谢 还有没有要讲的 还是结合这个案例 你看大卫犯这个罪 就是说什么是亵渎呢 跟这个圣灵表示的神性真理 这个不可赦免的罪是对神性真理的深深确认之后 然后呢又否认这种情形 那这样的话 奸淫这个事呢 他也是不应该的 但是他这个他肯定也知道不应该做这个事情 但这个事情呢 这个层面好像是可以通过悔改 是吧 这个事情可以通过悔改 然后呢得到赦免 但神性真理是哪一种性质呢 大家能不能再想一想 你说神性真理是哪一种性质 对因为他这个 我刚才记得 因为我说的时候这个圣灵呢 亵渎圣灵嘛 一是好像是这个意愿里面 内心里面确认 而且二是这个说的是个神性真理 应该说是神性真理已经被你认识了 而且你也接受了 至于神性真理是哪些 那当然很多很多 最起码那个实践 这是神性真理 实践你是你读到了 也认识了 也接受了 但是你又 你想 那个大卫不仅仅是八十八反童间的 他把人家丈夫给你派到前线去 故意把那签头放到最前线去 你被敌军杀死 这家伙这个最大了 对 所以这里面 这个圣灵这个两个字 或者是神性真理这个字 值得我们去再思考 嗯 是 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从神性真理 从神发出的都是神性真理 只是落实到 就是我们身上的时候 就变成了 就是说 一个是我们确认的 一个 比如说理论 还有就是落实到我们生活层面的 那我觉得它是有一层 就是向前推进的 这个落实到我们身上 就是由神出来的神性真理 落实到我们身上 我们行出来的不是神性的 但是我们里面是因着神性真理 而推动我们继续向前 把它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层面 我是这么看待神性真理的 所以它有一个圣灵这一说 就是神性真理所发出的 在我们心里面 会引起我们反省啊 就是那个 就是就像光一样 使我们自省啊 这些 很好 很好 这个亚哥提的问题也提的很好 这个小音的回答呢 也确实 是非常精准 还有没有要说的 那就往下 四五月三十日 一个人真实的悔改 包括省察自己 看到并承认自己的罪 有负罪感 在主面前认罪 祈求主的帮助和力量来抵制他们 从而戒除他们 过上新的生活 所有这些都要做 就像你自己做一样 每年操练一到两次 谁不知道 人若不省察自己 看不清自己的罪 他就会一直在罪中 简论第114节 牧师的评论和观察 早些时候 我曾评论过一个有益的做法 那就是养成每天 简要回顾一天 所发生的事情的习惯 反思对话 也反思所想和所做的事情 看看所说 所想或者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更符合 属天之道 此外 我们还应该每年坐下来一两次 哪怕是一个小时 进行一次人生回顾 这就是为了更深入的思考 这也是为了省察我们的动机 还是为了更清楚的确定 我们生活的总体方向 你们甚至可以请一个你们信任的亲近的人和你们一起做这样的练习 你们可以问他这样的问题 你认为我自负吗 当别人和我交谈的时候 你认为我是不是足够认真的倾听了呢 我是不是有控制欲或者傲慢呢 我的基督教信仰和价值观 是不是体现在我的生活和待人接物当中了呢 你认为我说的话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还有悔改的步骤 我们刚刚听到列举这些步骤 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 一 自我省察 二 承认自己有罪 不要找借口 三 向主承认罪过 目前已经确定的罪过 四 恳求主帮助我们抵挡并战胜所发现的罪 五 今后有目的地选择上帝的道路 必要使强迫自己去做 以下是约伯记当中 关于悔改的精彩信息 你若欲备己心 又向他举手 你若手里有罪孽 就当远远地除掉 也不容邪恶 住在你帐篷之中 那么你必也扬起脸来毫无斑点 你也必坚固 无所惧怕 因为你必忘记你的困苦 就是想起 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 你的年岁要比正午更明 你必发出光来 如同早晨 你有指望就必稳固 你必在你四围寻查 坦然安息 你躺下无人惊吓 十一章十三到十九节 Thank you 好 大家有什么要说的吗 这一段我想分享 好 因为我觉得之前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是非常容易做 这个笼统的认罪的 这个我相信 这太多了 就是我们真的是 有的时候坐下来就能认罪 就是但是认的罪呢 大部分的确是那个笼统的 那么这一段呢 我觉得我当时看了 还是很shock的 我在下午的时候看的 那我shock是在于 就是说他 他问的这个几个问题 就你认为我自负吗 你认为我足够认真的倾听吗 我是否有控制欲或傲慢 我的基督徒信仰和价值观 是否体现在我的生活和待人接物中 我觉得这个每一个问题 其实都是很抨击我自己 就是的心灵的 因为我觉得好像 这样这个答案 恐怕都是不太满意的 就是不会是个正向的答案 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复向的 但是若没有这个几个问题的话 恐怕我自己都认为 我从原来比较笼统的认罪 已经到一个 比如说就是相对比较審查 我觉得好像比原来进步了 但是通过这几个问题 那我发现我离这个 就是好的答案还是很远 这个所以我觉得 就是烟幕是他的真的是长处 就是他对我们很大的帮助 是在于常常会有这一些的 就好像是一些的 这个对我们心灵的一个冲击 让我们认识到 我们离正确答案 或者说离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节点 还有多远 好 嗯 做得很好 这个提醒我们 当我们学习到这些 一牧师的这些点评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从知识的角度来说 他从年轻时期就开始 读圣经读史维登堡的书 这一辈子可以说 据我现在的观察 我的理解 史维登堡的书应该是全部读遍了 而且 都有相当程度的理解 并且和圣经有了融会贯通 这是从知识层面来理解 从灵性层面来 你看看他一辈子他在各地做牧师 他见了许许多多的人 许许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 你要知道做牧师啊 咱们可以想象 那两口子吵架 半夜打架了 家里有什么纠纷了 你半夜就会打电话 叫你去给他解决纠纷的 他一辈子经历了 无数这样的事情 这里面在生灵的带领下 在灵性的层面上 思考人 思考生命 思考各种各样的人间的现象 他把它融会贯通 不仅仅今天给我们讲的 不仅仅是他的知识 更是他的 他的 属天属灵的生命的经历 从这些经历里面感悟的东西 所以他能够非常清楚地 列出这些条乱 让我们马上就感到 受益匪浅 太好了 谢谢 今天晚上学习这个题目的总题目是 归回上帝 但是我们现在读了 读到现在我们看 主要在讲 悔改 可见 归回上帝 怎么要归回上帝的 你就要悔改 听上帝的话 要悔改 悔改 首先要找到自己的罪 认识自己的罪 顺便说一下 其实我很喜欢今天的题目 这个归回 这个归字 我特地去查这个归 就是我想看看他跟那个我们说的这个归回 就是这个归 就是我们时常用的这个归的差别 就是说 我发现这个挺有意思的 今天大概是马林翻译的 好好表扬一下 不不不 今天可是那广斌翻译的 我可没得学习 我还说 好好表扬一下 对我觉得这个归特别好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归一 特别在宗教信仰上 归一哪一个宗教 这是非常非常比较专用的 比较有针对性的一个词 所以这个归字专门 基本上就是在信仰上 在灵性上 在心灵深处 归属于哪一个真理的系统 是这个意思 不是我们回家那个归 归来的归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在这特别用了这个词 谢谢 好 往下 就是这个 音牧师所指引我们的这些方法 都是非常 他可能真的是 多几十年这样的去做 所以呢 总结出来的方法 真是是非常有效的 可行的方法 太好了 谢谢 五月三十一日 忏悔 千回 对 忏悔 忏悔 出自某种焦虑 悲伤和恐惧 除非他指向悔改 否则就只是一场幻想而已 真实的基督教 第五百一十五节 牧师的评论与观察 忏悔不仅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情 感到悔究 还只因为害怕后果 而感到悔恨 显然 当约瑟告诉哥哥们 他的身份的时候 他们是悔恨的 他们为自己对约瑟 所做过的事 感到后悔 并且呢 恐惧后果 他们以为约瑟早就死了 但他却在这里成为 埃及 把老的副手 约瑟对他弟兄们说 我是约瑟 我的父亲还活着吗 他兄弟不能回答 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 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 求你们进前来 他们就进前来 他说 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 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 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 而自由自恨 创世纪的四十五章的三到五节 我希望你们大家能明白这一点 约瑟的哥哥们之所以悔恨 是因为他们害怕约瑟 会报复他们 对他所做的一切 他们对自己感到悲哀和恼怒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悔改了针对约瑟所做的一切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悔改过 我可以为我愤怒的对别人说过的话 感到抱歉 因为那让我感觉很糟糕 或者因为那使我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很糟糕 但这不是悔改 悔改是承认 也许是在一天中的晚些时候 也许是在思考之后 我在愤怒中说了一些我本不该说的话 我的话是有害的 这不是上帝在我里面的运行 我从自己所说的话 或说话方式中看到了罪 我反向上帝请求宽恕 并下定决心今后不再像那样被愤怒降服 忏悔是对罪的属世反应 悔改是对罪的属灵反应 忏悔是出于物质的 世俗的败在的考虑 而悔改则是产生深刻的 真正的改变 是灵性上的内在的改变 阿们 Thank you 谢谢 大家说说吧 没有要说的吗 那就往下走 6月1日 当人为了践行悔改而醒察自己时 就应该探查他的思想和他意志里的动机 在那里他应该醒察当他自由时会如何做 也就是如果不畏惧法律 不怕失去 去名声 容易和利益时 他会怎么做 新耶路撒冷及其属天教义第164节 牧师的评论与观察 就像新约时代的文士和法利塞人一样 我们也很容易假装自己是一个悔改改过自信甚至重生的人 文士和法利塞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喜欢别人对他们的崇高敬意 人们认为他们是虔诚的人 敬虔的人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法利塞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 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 但这都是外在的表现 他们表面上把事情做好了 但内心的罪恶却没有被触及 耶稣把他们比作 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 外面确实好看 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 和一切的误会 你们也是这样 在人前 外面显得出公义来 里面却装满了伪 善和罪恶 马太福音23章27到28节 真正有效的悔改 需要我们进入内心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可能和你们一样 我能记得多年以前 我在一群人当中 默默地听着 另一个不在现场的人 被批评和说闲话 那天晚上回到家 我为自己的沉默而自责 这好像没什么 但我需要问更多的问题 我为什么保持沉默呢 我是想被群里的其他人 接受吗 我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吗 我是不是害怕说出来 可能会被嘲笑呢 在这一切当中 我的基督价值观 在哪里啊 先知 以耶利米提醒我们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识透呢 我耶和华是坚伍的 要照个人所行的 和他行为的果子 报应他 耶稣在他的名言当中 强调了 闷心自问的重要性 你们听见古人说 不可奸淫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女人并贪恋他的 这人心里 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马太福音的五章 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在瑞登堡的 真实的基督教当中 我们读到真正的悔改 意味着不仅要检讨自己 在生活中的所作所为 三十二节 好 谢谢 Amen Thank you 谢谢 点评 问题评论 有效的悔改 需要进入我们的内心 也就是在我们的 情感和这个深层 就是内在的深层 才是真正的悔改 这点我觉得 对我很有警醒和帮助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我觉得还是这个问题 特别好 举的这个例子特别好 就是说 为什么他问的是 叶牧师问的是 他为什么保持沉默 那我想我们中国人 保持沉默的太多了 大部分时候我们 对于不公义的事情 我们都保持沉默 就是说 所以我们经常说 保持沉默就是犯罪 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会这么说 所以我想这个 我们不说 紧回到他这个 叶牧师这个问题 我是想被群里 其他人接受吗 我没有勇气说出来 是说出我自己 不同意见吗 我是否害怕说出来 可能会被嘲笑 在这一切中 我的基督价值观在哪里 那我自己是觉得 这些问题 是很发人深情的 再加上 在下一天的 就是我觉得 我们真的 如果撇开 人的情面 撇开 我们世上价值体系 对我们的这个束缚 我们到底会怎么做 我有的时候 我真的会 就是扪心自问我自己 我真的能保证 我做出来的 是符合神 价值体系的东西吗 我觉得这个答案 我就不确定的 我不是说 是或者不是 而是说 我就真的 我觉得我不确定 当比如 就是很小的事情 也就像我们今天 这个小的 这个课 就是说 可能就十几个人 但是一样的 在十几个人里面 就会有这个 所谓的面子 情面 这些会发生在 所有人在的地方 就会发生 所以当没有这些 人情面的东西 我独处的时候 我是真的像我在人前 尤其是在基督 弟兄姐妹面前 表现的那样子的 价值体系 是在我里面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 就是说 每个人都值得 反复问自己的 就是当没有这些 我就不受约束的时候 当这些不给我 带来好处的时候 我会 抖向哪个方向 但我觉得 真正的悔改的话 它是被爱充满的 你看前面有一段话 他说天使的话 他说为罪受伤 他说我宁愿自己去死 就是也要把这些人救上来 好像前面有一段 这样的一段经文 从这样的一个经文 下来的话 他是感到 他是有一个次序的 就是当人的爱充满的时候 他就没有自我了 在一个没有自我的情况下 他才能产生出 真正的悔改 然后才能产生出 那种真正的 对别人的爱 超过了自己 才能够做出 这样的行为的 如果没有主的爱的话 哎呀我在那悔改 你是悔改不了的 你是那种假的 就是为什么就是说 主的爱的话 在前面悔改在 在又在后 又在爱的后面 他在那个次序里面循环了 并不是说 哎呀我 我这个东西我不说 或者是说 他说的目的 就是动 前面也讲到了 他的动机是很重要的 这个动机的话 就在你里面的话 他会产生出 这样的一个 你的价值观也好 你的这种就是 呃 嗯 后面的一些 呃 行为也好 它是一个连贯性的 它并不是一个脱节的 哦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我从 我从这个 就是荧幕的这个 这段 从上到下 他好像我虽然后面进来 我就从那个天使 他就希望我自己死 我自己死 哪怕把这些罪人都救出来 就是从这句话 你再联系到 这个下面 所讲的经文的时候 他就 我就觉得 他是一个爱 产生了一个 真正的悔改 你的动机 包括你的价值观 后面慢慢的产生出来的 好 感谢主 我就分享这些 非常好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大家的分享 在读这一个经文的 读这一个 这一段的时候 我的内心还是 被震动的 就是 相应就是说 如果你光 我光读前面这个 6月1号 这个 我就不会想的那么深刻 就结合自己 所作所为 结合自己为人 厨师来想这个事情 然后硬呢 就是 所以我说 我跟着硬学 有一个最 就像刚才广斌讲的 最大的一个收获 就是他会把 非常理论性的 摸不着 看不到的东西 用他自己日常生活当中 碰到的 这么一个小小的事情 那个人不在 他们当中 但是呢 大家在议论 这个事情 议论什么事情 不重要 但是呢 他回到家 他就会问自己 为什么要沉默 而且这种沉默 他就马上就会联想到 我的基督价值观在哪里 我想到过吗 我就这样问自己 我会这样回到家 会自己去 自审吗 所以从这个学习当中 我就是 非常这个得到收获的 就是说 学了以后 我就会慢慢的把它 用到我自己日常的生活 每天的生活当中 然后不是 不在以前只是忏悔 这个表面上 在那边 这个忏悔 祷告 就觉得很不错了 没有真正 触及到内心 没有真正的 有那 在上帝的帮助之下 有那种悔改 这个悔改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 我现在越学越觉得 真难啊 所以我们真的要 好好的 不光是我们在学 这个圣经和学 瑞公的这个著作 我们同时也在学 应怎么样做人 这是我今天的 这一点点小感受 真的很感动 谢谢 谢谢小姨 同感 同感 谢谢 帮我一下 继续 6月2日 人们以为 当罪被赦免时 他们会被抹去或清除 就像污垢被水洗掉一样 然而罪不是被抹去了 而是被驱离了 也就是说 当人得主 扶持而专心行善时 他的罪就被压制住了 当人专注于行良善时 他看起来好像没有了罪 于是就像他的罪被抹去了一样 新一路撒冷及其属天教义 第166集 牧师的评论与观察 圣经当中有一些话表明 事实上在忏悔之后的罪 是可以被洗掉 在悔改之后的罪 是可以被洗掉 或冲洗掉 就像用水冲洗污垢一样 以色亚书第1章16到17节讲到 你们要丁洗 你们要丁洗使你们捷径 从我眼前除掉 你们的恶行 要止住作恶 学习行善 寻求公平 解救受欺压的 给无腹的孤儿伸冤 为寡妇变屈 还有《启示录》第17章 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 这些穿白袍的是谁 是从哪里来的 我对他说 先生你知道 他对我说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曾用羔羊的血把袍子洗白净了 13到14节 首先 关于上述两段隐文 记忆启示录的第7章 请仔细注意 所描述的人 是那些在羔羊的血中 洗净袍子冰石 洁白的人 从属灵的意义上讲 这里的袍子是指我们的信仰 信念 思想和观念 是我们心灵的外衣 正是由于悔改 我们的思想 信仰和信念 才得以洗涤 或净化 在悔改之前 我们的内在灵性 穿着肮脏的衣服 而在悔改之后 我们穿上了明亮的洁白衣服 在悔改之前 我们的信仰 被爱自己和爱世界 所沾污 现在 爱自己和爱世界 已经从我们的信仰和信念中 洗掉了 第二 我们再来看 以赛亚书第一章的陈述 上帝在这里的命令是 洗净你们 使你们洁净 紧接着 我们得到了这一命令的定义 从我眼前除去你们的罪 你们的恶行 要止住作恶 但这里并没有说罪孽会被洗净 以至于在悔改之后 完全没有任何痕迹 就像 吃完碗里的食物后 洗净碗一样 悔改 所做的是把罪孽 越来越多的移到我们生命的外周 甚至到了我们不再意识到他们的地步 一旦某项罪占据了舞台中心 悔改就会把它移到边上 使它变得模糊不清 而上帝会把它留在那里 悔改使主有可能让我们远离罪恶 这就是关键词 远离 可悲的是正如许多人所发现的那样 旧罪偶尔还会重新回到舞台的中心 例如多年来 在主的帮助下 你们可能已经克服了 对路上其他司机驾驶习习惯的 不耐烦和愤怒 也许两三年来 你们已经够轻松的开车 宽容的对待其他司机的坏习惯 但是有一天 另一辆车的司机做了一件 非常愚蠢和危险的事情 你以前的急躁情绪忽然爆发了 在十几秒或十几分钟的时间之内 你以前罪性的急躁和愤怒 再次占据了你生命的中心 这可能会让你感到震惊 但这显然表明 罪并不会被洗净 以至于永远不再出现 罪被移到了外周 主让我们远离他们 甚至忘记了他们曾经对我们的掌控 忘记我们曾经成为他们的受害者 我们需要终生保持警惕和警醒 根据瑞登堡著作当中的教导 我们在重生或者成为重生者的过程当中 一般会经历三种状态或者阶段 一 悔改的状态 悔改的阶段 二 改造的状态 改造的阶段 三 重生的状态 重生的阶段 我们有的时候会犯一个错误 就是在基督徒行道的早期阶段 以为跟随主和主的道路 认真悔改永远是艰难的 充满恐惧的 甚至是痛苦的 但这正是刚才提到的三种状态 或者阶段给我们的启示 起初跟随这些步骤是一种挑战 但最终会变成一种喜乐 顺从 起初往往是出于对后果的恐惧 最后变成了我们喜欢做的事 天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爱 是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子 世界之所以不认识我们 是因为曾认识他 蒙爱的人 我们现在是神的重子 我们将来如何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当他显现的时候 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我们必得见真实的他 凡像他有着盼望的 就洁净自己 像他是洁净的一样 约翰一书的三章一到三节 我非常感谢与你们大家分享讨论 你们是我属灵旅程上的伙伴 愿恩典 怜悯与平安 赐福你们大家 伊尹牧师 阿们 谢谢 今天伊牧师的详细的点评 非常有智慧的点评 提出了 我在这儿呢 再给大家说一下 今天开始的时候 有些节目还没有到 今天伊牧师还不能出院 还在医院里面 他今天早上给我来个短信 让我向大家 带他向大家表示抱歉 我心里想 你有什么可抱歉的呀 你 这已经真是做的 已经给我们 真是 已经感谢不尽了 这状态 身体状态 还没有到能够出院的状态 我们刚才这个学习以前 先大家做了一些祷告 现在给大家 把这情况再说一下 好 我们继续 刘老师 我还有感动 就对后面的 我简单的就是说一下 我自己的一个理解 就是我从这篇信息当中看到了 就是真实的悔改的话 神让我们 省察了我们自己的 原来就是那种错误的 心理的那种状态 那种动机啊 什么的 都在神的面前得光照 还有一个悔改的话 让我们重新更新我们的观念 从而树立正确的一个 就是属灵的一个法治 特别最后一篇 让我感到了就是神的爱 让我们完成使命 就是 很好 起初 起初往往 特别是就是 起初往往是出于后果的恐惧 最后完成了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这个特别 特别的感动 好 谢谢 很好 这个 你这种感动呢 说明了你的这个 这个灵性的反应 就理解了这句话 完全理解了这句话 开始的时候是被动的 勉强的 不是太情愿的 所以感到很痛苦 后来就是喜乐的 已经完全进入自己的生命了 很好 谢谢 很好 好了大家有什么要讲的 可以这个通篇已经学完了 这个 大家可以唱首预言 那也是非常感谢烟墓师 那之前我们开始之前稍微沟通了一下 我有时候觉得 就是其实想到烟墓师的时候 心里面还是喜乐的 就是不管他的这个病情 当然我们距离远 但是还是一样的 当我们就是为他祷告 或者说我们想到他给我们的这些 就是很很宝贵的文字的时候 其实是特别喜乐的 所以我觉得 somehow就是有那种天堂的 那个喜乐的 就同样的这个感觉 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 反正是我在我是这样子的 那我想我们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神的爱是永远在的 我们是接受的器皿 就是谈不上是说 就是我在什么时候 神的爱就没有了 那没有的 神的爱是永远在的 他的爱和智慧 只是我们接受的这个器皿的问题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能 好像反正总归是这样子的 当我们在接受神的话语 就是他的真理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是喜乐的 但是有的时候呢 当我们在于最做争战的时候 这就是试探和争战的时候呢 会有这个就是强烈的 不舒服的感觉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在 斯维登伯格著作里面 就是这非常 这个跟原来这个传统教会的差别 非常大的就是他对于 这个就是试探和争战的这个说法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但是非常清晰 我们在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 好像所谓的这个争战的这个折磨以后呢 最终是往这个属天人方向 因此是喜乐 有的时候我们胜过了以后 哇这个平安喜乐 一下子就就是来了 所以我相信悔改的阶段 就是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他这个 耶牧师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他举了一个这个司机的例子 就是说有的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胜过了 我们已经就是这个功课 我们好像已经好像完成了 好像已经被对付过了 就是说但是有的时候真的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一个场景一个话 突然里面这个东西又升起来了 就是我真的是常常是会这样觉得 我常常在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祷告 主啊你来帮助我 就是怎么又来了 就是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我常常做的 就是我们常常说叫剑倒 一把剑的剑 不是剑 就是一支那个剑 就是火箭的剑 我们常常叫做剑倒 就是就是好像这个在很 很那个就突然的时刻啊 就是说你一下子都不知道 也没办法停下来做祷告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剑倒啊 所以我觉得神总是为爱他的人 预备了一条道路 是可以往这个天堂的方向努力的 那我这个是我觉得心里面特别笃定的 尤其在今天的这个文里面啊 就有讲到这个这个天天使用无数的方法 无穷的忍耐无穷的爱心 在等待我们往他们的方向啊 就是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啊 就是通整篇读下来啊 就是我今天下午的时候整篇读下来 我觉得哇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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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的这个positive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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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奏啊 使我们就觉得好像特别有盼望 而不是在罪的挟制中 不我们是一定会从啊 这个罪的奴役里面被释放出来的 因为那被求的就要被释放啊 所以我这个是我的感受 谢谢 很好 谢谢小银 今天一幕是特别指出来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一个笼统祷告的 笼统忏悔的 一个最大的错误或者是后果 就是笼统的忏悔使人 使人产生一种误觉错觉 以为哎我已经认罪了 我已经得悔改了 我已经我已经得了 就得得得赦免 得得已经得救了 所以呢 我是不需要再做什么了 哎根本不需要去具体的 警察自己哪个地方 哪件事上做的不对 这样的话最后把自己 自己骗了自己 如果突然就走了以后 到那一看我怎么到不了天堂去 这还这是那时候就后悔来不及了 所以这个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 起出来的一个重要的点 对这点特别阿门 是 然后这个我们就是悔改就是 真是要真的从我们的这个 意愿上和情感上做出来 另外呢我们也要认识到 悔改是把我们的罪呀 越多越越来越多 移到我们的生命的外周 就让我们远离他 这点我觉得也是对我们 很好的警醒 就有时还是会回来的 在特定环境下 对对 这个 这个过去呢 可能会有一种误诀 觉得悔改了 重生了 得救了 那就我就没有罪 就彻底尽了 实际上那个 不管不光是我们 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经验 我们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一路走来的这种 这种具体的感受 还是这个从 史伟一登堡的这个著作里面 所学到的这些知识 都告诉我们 那个罪 没有不可能根除 都有可能回来 放手预言 大家讲 再讲两句 就是其实 神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一些罪的话 其实他 就是包括 就是有些罪的话 他让这些罪发生的话 他联系到很多的悔改 并不是这一件事的悔改 其实包括大卫的罪 你看他就是显示了 虽然这是一个淫乱的罪 但是他显示给人们的 包括大卫 他就没有爱您啊 他知道爱神了 但是他没有把别人 放在生命的中心 他如果把别人 放在生命的中心 他也不至于残害了 就是他的丈夫 他一系列的家人 这一个罪的话 其实神让一件事 这个罪发生的话 我想的话 他可能就是通过这一个罪 能够就是 指示出大卫的话 犯的律法当中 你不但没有爱神 你没有爱您 因为他的律法 就是两个法板 一个是爱神 一个是爱您 他如果 这个罪显露出来的话 他就是告诉大卫 就是 你这个罪犯了以后 你不但是 得罪了神 你也得罪了人 就是 往往 就是神做事 就是让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 得一处 就是这个罪 写明出来的话 他往往是后面 很多很多的影子的话 都会出来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跟看见 好 谢谢 就是犯一件罪 它有一系列的后果 这一件 这一件罪 后面会引起来的 一系列的这种 这种不良的后果 或者甚至是 罪性的结局 有的罪的话 它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为什么神爱的 他止住的话 他止住了个初 包括乃曼 乃曼的话 一个小死女 就可以把他引到 悔改的一个路程 到水那里去洗一洗 但是乃曼的话 包括他品格的产生 悔改的话 他不一定就是 他不但把这个罪显露出来了 他把属灵的品格 同样的带出来了 就是看到了乃曼 你看乃曼就是大麻风 大麻风也是 古时候的一种罪产生的 然后你看乃曼的话 犯了这个罪的话 你看他在悔改的 那个过程当中 他属灵的那种品格的话 同样的产生出来了 这就是神的一个智慧 我觉得神的智慧 真的是人不可臭的 我们只看到了 哎呦 这个人犯了罪 但是往往的话 这种罪的话 就是 就是这种属灵的品格的话 也是在最终的话 得以完全的 好谢谢 继续讨论 我下午在那个读的时候呢 有一个问题 但是我现在一下子找不出来 不过还是一样可以问 就是在哪一段里面 是我想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原来 就是我们原来教会的教导 一般是这样 比如说 我如果做了一件 对不起某人的事情 我只是举例子说 那么通常需要我去跟他道歉 就是说 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 就是就好像这个 你跟对头在去聚会的路上 你都要 你先停了聚会 你要先跟他去和好去 就是说 所以我们一般很强调 这个所谓的就是 说跟他要去和好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认为是悔改的行为 那么当然我觉得 有没有说强调说 以后不能再犯呢 也强调的 但是呢 好像我们会相对来说 会认为就是 人都是罪人 所以呢 后来又犯了 我又软弱了 就有一点是这样子 那么我今天在看到 耶恩牧师所写的这个呢 就是我哪一段 我现在是找不到 我刚刚找了一下 就是一下子没找到 那么他似乎呢 就是说 他重点不是在于说 你有没有去跟这个 你得罪了的人道歉 而重点是说 以后不要再犯 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注意到这个细节 就是说 那所以我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个好像有点侧重点 不一样 就是说 那我们 这个道歉这件事情 是向我们想的 那么重要的吗 还是说 真正重要的是 以后不要再犯 这是我的问题啊 应该是以后不要再犯 道歉以后再犯 和道歉那一项意义的 以后不要再犯 是对自己的益处 给别人道歉的是 对别人的益处 对 这个 以后不要再犯 说得好 我还想起那个 咱们以前不是学过一个 真理神性 和神性真理的区别吗 啊 对 对吧 这两者有区别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 亵渎圣灵 或者对神性真理的亵渎 这个问题 你比如咱们刚才说这个 不要以为我们以前犯过罪 我之后回改之后 这个罪真的消除了 他还会回来 他还会回来之后 没有犯了之后这个事 是不是就亵渎圣灵呢 应该也不是 所以说这个 这个亵渎圣灵这件事情呢 有的时候 他是 我在想呀 主啊 真的是这件事情 非常可怕 但是呢 有时候 我一直在想主啊 有时候把好多神性真理 他为什么不轻易向我们说呢 恐怕我们知道之后 然后我们确认之后 会犯这个罪 所以说 好多时候 生命不到那个地步呢 我们就可能 别人说了 有时候我们听了之后 我们听的是别的意思 我们听不懂 这样的话 免得我们这个 会犯这个罪 圣经上说嘛 他们晓得易路 却背负了他们所传的圣命 倒不如不晓得为妙 就这个事 主对我们有一个这种保护 这种特别神圣的事情 这个对我们是一个保护 那我真的看着这个神的爱 他真的不害 他真的不愿意我们灭亡 想方设法的 免得我们犯什么 极其言 那么罪 那个我在想啊 就是可能雅各 我们以前常常不是说 不在乎我们明白多少 而在乎 将我们明白的行出来 是吧 就是我们常常有这么一句说法的 那我就在想 其实我们人所能理解的 都是很有限的 比如说可能我这个三年前 跟五年前所理解的 这个圣经的深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 比如说 就是我自己在分享 可能比如说生命 更高的 他会包容我的说法 因为他知道我在我现阶段 我就是这么理解圣经的 那么同时我们也是这么去 做这样子的 对别人的包容 因为有的人 他可能讲的 分享的并不一定是正确的 甚至有的时候 他不一定是正确 那么但是通常你会鼓励 是吧 就是说你不会说 你讲的不对 就是说 通常不会 因为你知道他在这个阶段 所以我就说我们 什么时候要走呢 我们是不知道的 我们可能明天就会走 可能我们明年 可能会 四五十年以后 等等 但是总体我们对这个真理的理解 会比原来更多 但是重点还不是说理解多少 而是说行出来多少 那我自己的理解 亵渎圣灵 无非就是说 我行的跟我所认知的真理不一样 所以说大卫 大卫这个行为 这个很明确的 他肯定是亵渎圣灵 我觉得 因为他难道不知道吗 他不会不知道 对吧 就是说大卫啊 他好像都知道神的心意的 这样子的一位 被神所称许的 就是至少在圣经当中 是这么写的 就是说喜爱大卫 那所以他难道不知道 犯奸淫的罪是不对吗 他确实故意的 他绝对不是说是 那个什么偶然 或者说不小心 那绝对不是 他是有意的犯罪 所以从这个例子上来说 那是那个真正的悔改 他写的这个诗歌里面 就是他的床 他都被这个泪水飘起来了 这样子的形容 他的这个悔改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就我们所看的圣经来说 最终像他这样子 犯了这样子 我们说大逆不道的这样的罪 最终都会被神所喜悦 那我想我们也是有机会的 这是我自己认为 所以呢我就说 你行出来怎么样 才是真正的 我所知道的固然有限 但是就这点有限的 我有没有去行出来呢 就像耶恩牧师在今天的 这个文中写到 就是说我有没有像天使 就是我所散发出来的这个气场 这个是属于天使的吗 属于天使天堂的吗 还是说仅仅是为着我的个人的呢 我想这个是 就是反正可能我的这个深度 只在这里 就可能那个 就是达不上就是那个思考的更多 大概就是只能做这个浅层次的思考 就是我尽量的行出 我所能明白的 就是反正我把我明白的 我尽量不去亵渎啊 就是说那或者说不去 就是有意的去 好像为自己找个借口 然后为了自己的好处这样的 那这个肯定就已经是邪恶了 不管我们说这个人软弱不软弱 软弱就是他所知道的 他做不到嘛 这就叫软弱 那在我看来是这样 所以我是这么理解的 不一定这个对你这个说法有帮助啊 你看他这个亵渎啊 他是 我记得咱们岳阳带着咱们学过 亵渎它是有程度之分的 还有这个主的话也说 人一切的亵渎的话 都可得赦免 他也是亵渎 但是这个亵渎圣灵永不得赦免 这个这个我觉得这个亵渎圣灵这个事吧 这个历来呢成为 实教会当中是讲不清楚的 可能讲清楚 这觉得我觉得跟这个什么叫做 神性真理啊 什么是圣灵呢 大家其实还是模糊 不知道 跟这有关系 所以我刚才想到 真理神性和神性真理这个词了 今天我读的是个词 但是我 这个怎么它的区别 我还没有搞明白 应该是这个原因的导致 我觉得刚才雅哥和小音 小音说的真是非常的深刻了 小音我就是在你说的 那个行出来的这个基础上 我就想是不是咱们应该还应该再提出一点 就是说我们的行实际上不是我们的行 是主在我们里面行 是吧 对 对对 当然了就是说这个是从主而行 就是说如果啊就是其实后来上一次 那个礼拜三的那个郁阳发的那个 Compendium那个那个讲义 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他是讲了一个什么叫从主而 那就是这个这个概念 我们原来有点不太清楚 他就说像天使天使啊 就是说天使他自己并不能怎么样 但是他是从他里面的主而行 或者说而想都都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因为就像我们 如果我们是一个教会啊 就是我们的我们的内在人是个教会的话 那神就借着这个教会与我们同在的嘛 就是神就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所出的这个 凡属于我们内在人的 也就是属于这个神的这个器皿的那个 都是从主而行 所以我们做的任何良善的事情 话所出的任何有关真理的事情 都是从主而出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反正我做作业的时候 我还想了挺多的 就是那个我觉得我是这么理解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理解 就是 还有一个体会 其实到时间了 要不然就先到这 要不然就稍微简单的说一下就行 算了先到这 下回再说 要不然 好不了了 好 那就咱们今天晚上就到这 好吧 谢谢大家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如果我讲话太多 那个广斌你跟我说啊 就是我有 有的时候因为我的那个叫什么 往往会抢先发言 需要您抢先发言 给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